《非法判斷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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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這度走來的許多的人 協助我走上的《非法判斷的高山》 我才能夠登上今天的舞台 大家好 我是雪茵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關愛與夢想的故事 不只如此 不能跑 那就上天下海吧 小時候的事情 我幾乎完全都不記得 但回頭記得最後一次的奔跑 記憶裡那是一個非常炎熱的夏天 媽媽住在走廊映出的草席上 我在太陽底下曬著滿山大汗燈 跑進了媽媽的懷裡 然後再繼續說著 阿嬤啊 我怎麼會困難呢 媽媽抱了我 插了插我二頭上的汗 然後安置我躺下 可是等這一覺醒來 奔跑永遠離開了我 我的世界只剩下一張椅子的大小 那一年小阿嬤一大流行 許多人得了病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這張照片 提堂哥說 是在我病剛好的時候照的 但是說病好也只是說 我沒有被沿路網帶走 因為這個病的後遺症 從四歲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刻離開過 我記得在第一次看到這照片的時候 對照片中的小女生 不是那麼的熟悉 反倒是在我的腦海裡 竟然出現了一個被摔得破爛的小咖啡 才會想起病後的我沒有辦法再自由的行動 所以早上教練會把我安置在椅子上 旁邊放一杯水 然後就各自去忙了 可是等我把水喝完了 想要再喝 喊了 沒有人立即回應 我就會很生氣地把杯子往地上一摔 就這樣子 一次一個窟窿的 這個杯子被我摔得破爛 所以 我想當時小小年紀的我 心中所受的傷 應該也不亞為這個杯子吧 一次的行動不自由 就是一次的傷 八歲 上小學了 但是我的世界 只是從家中的椅子 變成學校教室裡的椅子而已 上課的時候 跟同學在教室裡學習 不覺得自己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 等下課中聲一響 同學們總是迫不及待地 衝出教室 在走廊上 在操場上 奔跑 嘻笑著 而我 永遠只能夠透過窗戶 看著他們快樂的聲音 然後等著我的姐姐 從她的教室 跑來抱我上廁所 故事說到這邊 這好像應該是一個悲劇 那就不應該會看到現在 笑容畫面的我了 時間 再回到小學 五年年代的台灣 經濟非常的不發達 所以 多數的生長者 小小年紀的 就被送去學習手藝 一定能夠養活自己 我要畢業了 有人跟我的父親 提出相同的建議 但我的父親卻說 沒有 就是因為她的家 所以說 我要讓她打開車 讓她知道她 不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 當年我的父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在那個年代 生長者走在路上 都還會受到許多的歧視眼光 與嘲笑 因此 能夠具備送去學習手藝 已經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更多的人 是躲在家中 逐步初步的 甚至還有被家裡遺棄 而流浪街頭的 但我的父親 卻把任務的生命 避得不止如此這件事 當成她的幌想 再實踐著 她訓練我獨立 鼓勵我學習 不未必的眼光燈 帶我走路人群 而這句話 也就像一顆種子 在我的心中坐下了 隨著時間 能慢慢的生根發芽茁壯 不辜負她期望的 我大學畢業 也考取了公職 有了一個穩定的工作 但是 我想可能也是因為 太穩定吧 在不知不覺中 形成了一種 自我設限的思想關係 每當有什麼事 是必須透過 雙腳驅逐的時候 總是會在心中 告訴自己說 愛非一點吧 你的腳這樣子 這些事情 你是不可能做到的 就這樣子 生活日復一日的過著 雖然衣食無缺 但卻不再有驚喜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驚覺 我的生活 好像也只是做到 養活自己而已啊 那肝父親 當然如果送我去學手藝的話 又有什麼不同 不 我想尋求這個痛苦 我 所以 我想知道 我自己的生命價值 與意義 我想知道 沒有辦法 只有行動的我 透過輪椅 能夠組出圖他的世界 因此 我開始了 我的夢想 冒險的路程 我用手搖車 環繞了台灣一周 簡短的一句話 但是卻費了我好大的力氣 走了好久 大概在十年前 有一部電影類習曲 掀起了單身環台的熱潮 當時的我 也在心中 偷偷的編織環台的白日夢 記得 在電影中 有一句經典對白是這麼說的 有些事 現在不做 那一輩子 就不可能再做了 而當時的我 在心中 聽話上的是這一句 這些事情 我這一輩子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只能夠等下輩子了 就這樣 心 每天在遇到的單身的聲音裡 一次次地濕落著 大概過了五六年吧 有一天 大哥拿了一張舊報紙 在報上的一個小小的角落 報道了 身上手搖車環台的活動 當下我心中的那個環台的夢想 好像又活了起來 我很興奮地 馬上跟主辦單位舉得聯繫 可惜 當年度的車隊已經即將出發 我來不及參與了 留下的資訊 其他每在來的活動時 一定要通知我 但是就像一般的所說的 外在的困難容易克服 可是內心的障礙才是難以突破 就在我經過半場的等待 取得通知的時候 我開始猶豫害怕了 因為就在跟車隊聯繫的結果 我發現到 所有參加的人 都是趁著館車就可以走路的 可是只有我 必須實實地又容易帶過 想想 那在旅程當中 我要怎麼上廁所 再加上因為神經壓迫 雙腳每天總是處在雙把痛的狀態中 必須不時地用身體 用手 甚至的身體 才能夠解除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那在搖車的時候 要怎麼做這個動作 如果停下來 不是又跟不上車隊的速度了嗎 在心中越想越害怕的 所以遲遲的不敢冒名 可是心中那一股 想要突破的渴望又非常的強烈 非常幸運的 就在暴免即將結束的時候 車隊的隊長在聽話中鼓勵我說 那就先暴免參加集訓吧 至於要不要緩排 那我們再說了 而且在緩排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是真的身體吃不消 大不了就搬到上車了 有什麼關係 至少你努力過了 這將會是你這一輩子 永遠難以為緩的回憶 我也知道 這次如果我放棄的話 那我只能夠再回去 過那種一層不變的日子了 所以我在心中帶著非常大的害怕 報名了 然後再經過兩個月的 每天在家的自我訓練 跟每週的北上參加集訓 看著自己的臂力 從一開始搖到兩個鄉下 就酸到舉不起來 到最後搖到上百山都還不覺得累 而且在長途的搖車鋪層當中 竟然也沒感覺到腳的雙把痛 所以生活又再次充滿了驚喜與期待 就這樣我出發了 在2014年的11月8號到16號 以九天的時間 靠近的力量期完全程 環繞了台灣一周 而所有想像中的所有困難都沒有發生 所以我想說的是 其實想像永遠比事實困難 而我們沒想像中的自己 是還要更有力量的 就在我的世界 透過水搖車相關拖廠後 我又開始有了另一個夢想 因為我想要透過不同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因為農業時間就一百公分 所以在我的生活當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 都是用養者的方式在看著 我渴望能夠用不同的方式 透過這個限制 我另外曾經看過許多的生存朋友 用飛行傘上有樣的在天上飛 所以有著天真的認為 要完成這個夢想應該是不難 決定了之後 我就很興奮的打電話到飛行傘場 想要預約飛行的時間 可是沒有想到 等電話一接通 一開始他們總是非常熱情的介紹著 但是等我一表明 我是一個乳飲食用者 他們缺態度一百八十度準備的拒絕 有的說 對不起 我們沒有這樣的技術 有的說 對不起 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 甚至有說 我們雖然有這個技術與經驗 但是英文化那個高級上帝 不適合身上者 就這樣 電話一通通的活著 卻也被一次次的拒絕著 而原因 卻是一個 我不願意 但也永遠無法改變的事實 我沒有辦法自己走路 遭受到四五次的連續拒絕 真的是非常令人很沮喪 好想放棄 可是 父親的那一句 你不是可以拿來拿來拿的話 卻不使得在腦海中想起 所以 我再次鼓起勇氣不放棄的 過了電話 可是 其實大家的我 心中是好害怕的 因為 我也怕 他的為難又是拒絕 但是除不遇到之外的 在電話中 竟傳來的這一句 你來 我們非常願意幫你圓夢 當下的我 激動的全身發抖 也內放奪荒而出 感謝我的父親 當時種下了這一顆希望的種子 讓我在面對挫折的時候 沒有選擇去放棄 而 就這樣 我飛上了天 像鳥一樣的 像以鳥一樣的在天上飛 以俯視的方式 俯視著這大的地 完成了 我以不同的角度 看世界的夢想 而也就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我學習到 原來 飛行想是靠著密封才能夠起飛的 風越強 飛得越高 越久 也越遠 想想 這不就像是人生的挫折嗎 每一次的挫折就是一次的機會 穿越了就可以讓自己更加的茁壯 所以我想說的是 永遠 不要讓任何事 主愛你追求 默想的心 雖然我的世界 因為手搖車 騎飛行傘 而 有所突破 但是 在我的心中 還是一直有著遺憾存在著 我的故鄉 是讓我的漁村 小時候住著家 一出門就是海 但是 一直到離開故鄉 我從來沒有機會接近他 我渴望為天 自己能夠殘養在大海的環抱裡 而這個夢想 就在去年的 深藏潛水夢想前進的活動中完成了 這個潛水活動 並不是單純的潛水體驗 而是要訓練所有的深藏學員 學習到所有的潛水技術 像面筋盤 學中心福利等等 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潛水員 在水中 耗著自己的力量 自由的移動 並且取得徵兆 但是事情不是那麼順利的 在一開始的書面審核 我只是被取得第一名 照理說 有人放棄的話 我應該可以樹立的低谷而上 但是 正當有人放棄 為了要要勿取我 在內國卻有了不同的聲音 因為 一來 我的年紀最大 而這是一個需要體力的活動 二來 我的身上情形最嚴重 從前椎到尾椎 加了一根漿條 身體兩邊的重量不平均 要在學中維持平衡 非常困難 但是神奇的是 就在這時候 負責訓練的主教徒 在完全不認識我的情況之下 他竟然說 他的訓練工作由我負責 就這樣 我錄取了 在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以及自己克服了內心的恐懼 這個聖節上來之後 我也順利的取得了 進階跟出階的潛水製造 可以深入水下三十米 一個五十零米 就可以自由移動的天地 記得那一天 就在薄荷島的水面底下 遇到的捷克大魚群 當成軍三萬隻的魚 像一堵牆擋在我前方 讓我以為無路可去時 但就在我用雙手向前一滑 這個魚群就自動的為我扔開一條路 所以想想 這不就像困難說法嗎 只要勇敢的面對 突破了 就可以發現一個新的天地 所以我想說的是 勇敢的面對困難 向前突破吧 因為 那內心啊 弄邪當當的阿尼尼亞 這就是我上天下來的故事 都說完了 那我的故事就這麼結束了嗎 我本來也以為是這樣 不過 就在我通過這些活動 或者是突破了身體的限制 更解除了心中自我設限的心靈之後 我還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什麼 而能夠讓更多的人 瞭解到自己的生命 是永有無限的可能的 所以 我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夢想 這也就是我今天到這個舞台原因 我希望以後能夠通過出書 或者是公開演唱的方式 把我的故事分享出去 因為 就在我實現夢想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 並且學習到 其實 在夢想的路上 最大的困難 不是來自於外在的世界 而是我在我內心 對困難想像所產生的 擔心害怕與恐懼 而在這些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都存在著 擔心害怕與恐懼者 一直都屬於學習的存在著 但是 感謝當年父親 所給我的這一句話 讓我面對這些的擔心害怕恐懼時 我沒有選擇 果不或缺 或缺不得停滯不走 我是面對這些的恐懼害怕 帶著它 讓我轉身 加強我對夢想的渴望 然後 讓夢想帶著我出發 也因此 才能過在路上 遇到這麼多 願意協助我圓夢的人 所以 其實 夢想不遠 遠的是不敢追求夢想的心 而我們在對夢想這件事情 所需要做的就是 跨出那一步 然後堅持不懈地向前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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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